我一生都从事牛 人家都把我称牛教授 给牛做手术 我们是给农民解决问题的 不能拿着教授那个文族族的东西 动物患病和人意一样 义不等人 哪里有需求 我们到哪里 这套牛被确诊了 成为真胃变胃 我们现在准备给这个牛做手术 我是临县大学农学院动物科学系胡新华教授 已经从事了38年的兽医诊疗 从小长在农村 我就觉得农村农民有两难 一个人有的病了就一难 第二个动物有的疾病了 找兽医难 经常看到来到我们村子 给猪进行瞧猪 我们叫个小条花 它解了农民的疾 我就觉得这个兽医很神奇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对这个学兽医有好感 我1981年考上了农学院 封门的兽医专业 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能完成 临床上常见的疾伏症 及各种手术 1997年以后 我就开始兼教学工作 我打电话说 波老师 我们一个进口奶牛 脖子都种了 我去那去看 种了一个大包 让临床经验比较丰富的 多一半都是什么东西 注射药物 钱的 有时候呀 我们在上课期间呢 就会接到很多牧场的求救电话 比如买牛奶产了 疑难杂症了 我下课以后 衣服都来不及换 直接开车进入牧场 最难忘的是2013年 一家农民家的 说牛奶产了 我饭都没吃 骑着摩托车直接到了 那么全村一看到 我来了 都站在村口高声地跳着 吴兴华来了 吴兴华来了 我下了车 拿去消毒液 迅速清理消毒 用了短短的七八分钟 就将赌牛接下来了 老百姓笑了 我看到这一幕 心里非常感动 我每年下乡大约在 一半二到一百五十天 善得满面红彤彤的 就像个关羽 人们见了我常说 远看像个要饭的 近看像个悲叹的 走近一看 是吴教授来了 2002年 十一月二十八号 是我在宁夏做的第一列 奶牛正位一位 但是呢 诊断队了 手术方法不得当 最后手术失败 我就把病牛解剖 看我们的手术 究竟哪天 做得不科学 我们通过 大量病例 就对奶牛的正位 扣证出现的不同情况 进行辩析 第一年的正位一位 手术成功率是50% 第三年的时候 成功率是75% 那么我们现在手术 几乎百分之百的成功 这张照片 是我十年前 到吴中市 金银摊镇 红果奶牛厂的时候 大量的农民 看我给牛治病 每当 我在这里 治好任何一个牛的时候 老百姓都投了 敬佩的眼光 是我感到非常非常 做兽医自豪 家有一套牛 致富不用仇 当时农村 很多农民 都开始以养牛为主业 也为我们这个兽医 提供了平台 党中央 勘展了金种扶贫 不远张城乡 列为我们明镜的扶贫点 怎么来解决金种扶贫呢 敬葱 陆户 敬牛盆 针对农民提出来的 养殖问题 繁殖问题 疾病问题 一一解答 我们走过了很多乡镇 开展了多次的养牛养羊 技术培训 我带了很多农家弟子 在零下 有三分之一的 一线示威技术人员 是以我培养起来的 近十年 我获得的最高农业是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与各民族党团中央联合授予 为全面建成小钢社会 做贡献先进个人 现在乡村可谓是幻人一新 匆匆通公路 家家户户都注射了新房 农民收入 由以前的每年3600元钱 提高到了现在15000块钱以上 大量的农家子弟 掌握了一盟农村实用技术 能彻底解决家庭贫困 这十年 零下美牛产量 质量 规模 发生了巨变 零下现在是天好 牛也好 飼料也好 它美牛的平均代产 比全国要高2000公斤 我一生都从事牛 对牛有特色的感情 为行业设计一种可持续 可循环 高效 绿色 发展目视 都是我未来不断提及 进行研究和总结的主要课题 我会永远在零下这片土地上 认真公司 为我们美牛健康生产 注入了新的活力